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,人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困境,走到了今天,已经一路上踏平坎坷成大道,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生活经验和智慧,其中有一类就是以俗语的形式流传了下来的。 俗语虽然说比较通俗易懂,但其中蕴含的智慧却很符合生活的实际情况,有助于我们学以致用与人和谐相处。 小的时候,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许多的谚语,我们深知其中的道理,长大后也越来越能体会到这句话的用处,但是有这么一句俗语却很少被人知道。 之所以称之为俗语,是因为它简单易懂,说话通俗,而这句,宁可是人官,歇莫是人邪,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。 古代棺材是极像,宁可是人官,歇莫是人邪中的官,就是大家熟知的棺材,一提起棺材,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死亡,心中难免会产生恐惧的心理。 在古代人们是非常迷信的,他们对于死亡是抱着一种敬畏的态度,所以早准备好自己的棺材,以备不时之所需。 先读读前半句,宁可是人官,棺材是死人睡的地方,给人有些恐怖的感觉了。 为什么说可以试试去别人的棺材里躺一下?试试棺材是否合适呢? 在古代给老人试棺材是否合适,是一种特殊的职业,替别人试棺材虽然说会有些晦气,但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。 一个老人的棺材做好了,还需要看看哪里不合适。 如果让他们自己爬到棺材里去试棺材,他们年迈体衰的,很有可能就一下子躺在棺材里出事了,就出不来了。 因此,老人们就会请年轻体壮的人去帮他们试棺材。 年轻人一旦答应帮忙,他们对年轻人会非常尊重,会给予一定的报酬。 而且,年轻人会因此落个好名声,人们会娇口称赞他有爱心,善待老人。 古代人们很看重自己的棺材的置办,因为棺材不仅仅是用于停放他们的尸体,而且是彰显他们的身份地位的标志物。 有些富贵之家的老人,他们的棺材就是用金丝楠木等贵重的木材制成的。 如果给此类富豪之家是棺材,那得到的报酬就相当丰厚,一来只是为自己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子孙谋福祉。 据说,棺材是一种建官发财的寓意,建了棺材,你就会有发财的机会。 实际上,它是人们向往的一种美好生活,直到今天,不少人还引用了这句话来调侃宋主付他人。 但如果真的想要发财,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,而不是光靠买几口棺材摆在家中,就会有钱财进入到口袋。 另一方面,建官发财也暗讽那些为了金银珠宝的盗墓者,他们在夜晚惊扰死者的棺木,盗取有价值的东西。 这种发财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。 如果被捕是要判刑的,古代棺材本指的就是买官买卖坟墓的钱。 一般来说,棺材本这个俗语并没有太大的不吉利之意,相反它有一定的寓意,希望自己和家人一生平安,夫妻满满。 由此可见,棺材虽然是死人的安详之地,但是人们始终是对它有一种敬畏。 宁可试人观,切莫试人鞋的后半句,却有着很不吉利的意思。 鞋子是一种生活用品,每天都要穿在脚上,如果不经常清洗的话,还会引起一些疾病。 古代鞋子是一种不祥,在现代人看来,穿别人的鞋容易传染细菌,就有可能患上脚气。 因此日常生活中,人们是不愿意去穿别人穿过的鞋子,在古代却是另一层含义。 古代人认为,鞋子穿什么代表着这个人的身份地位,从三皇五帝开始,鞋子就有属于他自己的专属名称。 比如,古时候皇帝穿的叫做玉鞋。 在周朝时期,穿鞋的颜色不同,代表着阶层高低之分,一般以红色鞋为最尊贵。 周天子为了凸显自己的贵族身份,还命人在鞋底下涂上了赤色的颜料。 古代有钱有势的人都会穿上厚底木鞋,寓意着自己能够升官发财。 在一些朝代中,经常还会以各种首饰来加以装饰,不仅达到美观的作用,而且还能够彰显此人的身份。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,脚上穿的是一般的布鞋或者是草鞋,如果有谁偷换了达官贵族的鞋子来穿,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严厉处罚,轻则伤身,重则伤腻。 古代穿草鞋是普通人中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,却容易引来一些顽固子弟的嘲讽,同时也免不了被冷漠的尴尬局面穿别人的鞋子。 有亏人隐私之嫌,是遭人厌恶的事情,让别人记恨于心,就是得罪了别人,暗中输敌了。 对自己的人生事业都很不利,特别是古代女子都是果族的。 对自己的鞋和脚是十分看重的,他们的鞋如果被别人穿了,就等于是侵犯了他,那就是不能忍受的耻辱了,而且他们的丈夫就非常气愤,容易一目之下找人暗中报复你。 不光如此,在古人的眼中,鞋子代表着此人一生的运势,如果自己的鞋子被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穿了,就会为自己惹祸伤身,自己的运气就会通通消失,倘若是小人穿了自己的鞋子,更容易有破财的迹象。 不难看出,古人认为,鞋子被人穿后,会带来非常不好的磁场,人的运道反也会变得越来越差,还会让自己性格变得暴躁,和人相处不融洽,严重地甚至会影响到家庭和睦,夫妻关系等等。 用现代话说,就是穿一次倒霉一次,为了自己的家庭与未来,很多人都不会让别人穿自己的鞋。 有些老人还会把它与身体健康扯上莫大的关系,他们认为,鞋子本应该属于主人家的,如果别人不穿,会有意地穿上自己的鞋子,很容易把灾难带给自己,可能会导致自己患上恶疾,总之是一种不祥的行径,要远离邪恶之气,必须要切断根源,不要去尝试穿别人的鞋子。 换言之,某种程度上,跟现代人健康理念不谋而合,如果不经常清洗自己的双脚,就会传染脚气,不积极治疗,日后治疗起来也非常的困难。 所以,宁可识人棺材,不可识人鞋子,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。 古往今来,鞋子是一种生活必需品,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,同时也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挑战。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,人们都是非常重视健康的,一些事物的确会影响到人的生活品质,从而引起健康问题。 这并非完全是一种迷信,所以要重视,古今存在观念不同,在古代鞋和鞋式同音,所以人们通常会认为穿别人鞋子,会给自己家属和亲人带来邪气,穿了别人的鞋子,容易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,家族兴旺不起来,家人健康跟不上。 另一种说法,脚在古代是一种非常隐私的部位,是不能随便见人的,特别是女子,穿别人的旧鞋会影响到自身的婚姻运势,最终导致不容易出嫁。 这些民间的传说都是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的,因此很多女人都会避开去穿别人的鞋子,这是一种避邪的保护方式。 到了现代,基本上就不会有这层意思了,时代在不断进步,人们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古代的俗语还有很多,他们往往都有不同的语义。 宁可诗人观,切莫诗人邪里的观与做观的观音相同,很多书生都希望介于观才,希望自己考中名次,从而升官发财,放在今天,含义又多了一层, 似乎有点调侃的意思,而俗语中的鞋,它多是一些不正的事物。 鞋子本来就是贴身织物,在古代还有借米不借财,借衣不借鞋的说法。 由于鞋子是贴于地面的,所以很容易沾染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,所以古时候人人避之不及。 事实上,很多古代的俗语,之所以能够在今天长盛不衰,是因为它的精髓,确实可以给现代人更多的启发。 同时很多企业家会把古人的智慧,用在自己的经营上面,通过整合现代思维,创造出更多不可思议的价值。 因此千万不要漠视古代一些说法,或许它能帮你很大忙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